接下來會有六場的接力賽事 都是四乘四百 首先是女子的C-Gray 介紹是線道 第一線就是佐治五世學校 他們今天穿上黃色的運動衣 看台上也看到他們的同學在這裡 還有老師、教練 按照初賽的成績 最好的成績會排在第一、二、三、四、五、六這六條線道 呂拔歲成績最好 將會排在第二線 呂拔歲在初賽的成績 做到四分三十一秒七三 至於第三線道就是協恩 今天我們看到協恩整體在接力方面 就算是平平穩穩 不算是太突出 麥犀島學校排在第四線 麥犀島學校今天長跑的成績 相當標柄 今天丹烏領獲得四面的金牌 咦!德王在第五線 對啦 編賣線道有點令人猜疑 因為他的能力 應該會表現得好些 可能也有少許流力 接著馬力學修院樂校 就是第六線道 在他旁邊就是 東華三眼王福南中學 在第七線道 最外線道 也在第八線道 就是聖寶樂學校 在女子丙祖的情況 對方真的令人非常震驚 就是德王 以一個很大的分數 遠遠拋離其他學校 嗯 他們在接力之前的分數是163分 女子丙祖的團體 就是9個1分 即是說 這個女子丙祖的團體 的冠軍 就已經代入袋了 嗯 但是 這個分數的差距 就對於 甲業丙祖加起來的總團體 那個影響有多大呢 還要看一下 這三個最新的 4成400的接力 真是寸土必爭的 往往的勝負 真的在講2分到3分之間 對於那個總成績 當然 在4成400裡面 就先看她單場裡面 400米決賽 有幾多個出色運動員 其實呂伯瑞 就當時泛琳娜 女子400決賽 是得到第一的了 那另外還有一位 就是陳德欣 同樣入到 就是400公尺的決賽 好 那4成400米 那個 出現意外的情況 當然沒有成績那麼高 這個真的很廣 四位運動員的實力 那要集齊四個都有水準的 食肚運動員 在一間學校來說 都不是容易的事 因為 400是最需要訓練 那個要很足夠 才會做到好的成績 按照比賽 頭那一棒 所有運動員都要跟著自己 線道跑 所以暫時領先 其實都是有個樣道的原因 外線的一定是比較 看上來 肉眼看上來 是比較靠前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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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到 德望和 李拔瑞 都是靠前的位置 好 從加哲鵬 首先是加哲鵬 加哲鵬 那麼再跑到100米 但是其實 拔瑞在內線呢 相對來說 輸得不是太多 40-400米的可觀之處是 每一隊的實力分補都有不同 有些喜歡把一些快的放在前面 有些會放在後面 所以每一棒出現的形勢變化都會很大 現在看到德王鬥呂拔帥 李Sir 例如400米不夠腳 會不會在800米扯一些金牌、銀牌的下來幫忙 當然會甚至在填塞運營聯絡 但始終要看他參加400米本身的能力 是否夠不夠 並非主項不是這個項目 就一定是400米拍得不好 在以往試過 當然和800米和200米一定是相關的 有些甚至不夠腳 當然是找些卡能選手 只要他的耐力是夠的 在這個400米表現都是出色 隨時都可以參加這個項目的比賽 來到這裏 在比賽中 仍然拔帥對著德王 兩個就成為一拼 跑在前面 而後面就是歇欣和西島 守著在後面 剛才我記得在第一棒那裏 德王是贏的 但在第二棒 李伯瑞是超前 那一來到第三棒 看到德王又超前 真的那個戰力變化很大 沒錯 尤其是在第二、三棒 多數都是怕一些 叫做第二線的運動員 因為最好的運動員 大多數都是跑尾棒 那原因呢 去到增持很激烈的情況 你個勢力最強的運動員 當然信心和拼勁都會比其他隊員好些 到時會發揮一個很大的作用 但是第二、三棒 就會因應不同學校的調配 就出現一個情況 現在看到 回來就是德國學校 回來一段 就看到了 400米一個很特別的項目 你的速度內力不好的話 你回來的跌速是很快的 那形成呢 如果人家保持速度 你有點速快的話 跌路突然會拉開得很遠 那跑到第四棒了 領先就是德王 那跟著呢 就是有呂拔瑞 那後面應該呢 就有協恩的同學 是啊 那究竟這個領先呢 會不會是受到威脅呢 就更是很難說的 因為你看到拔瑞的同學 跑得是相當好的 他都不急於一下子 就是接近你 那先順著自己的速度 但是雖然是上次的速度 但是去了200米之後呢 就已經是在視線萬米之內了 那回來 最後來都是靠最後來的拼勁 和那個訓練的功夫了 嗯 從那個形勢看到呢 拔瑞的同學 那個形勢是相當好的 那但是 這一段呢 就是拉拉隊 和運動員的兜花了 上面的拉隊已經拉到邊了了 嗯 好啦大家肩膀 拍著肩膀 但是 因為經過一段好短時間的大家的口戰之後呢 那拔瑞的同學 啊 實力始終是比較強一些 對一個好長距離之後 啊 在最深的一階段呢 就打了機會 是趕過了德王的同學 最深的拿到冠軍 他都很激動 因為他是屏於第四棒的後勁 到最後的200公尺呢 就是中上林 那就是呂拔瑞的 那第二就是德王 那就是歇欣呢 就是跑到第三 那但是其餘的運動員都很努力啊 譬如好像英王佐治五世啦 那也都呢 是一直回來了 好啦 那賽事完成了啦 那這場賽事呢 就結果 哇 得望好像有點失望啊 我們覺得他在哭 沒有了面金牌啊 心中感覺啊 因為競爭真的很激烈啊 那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同學對自己有要求 有期望啊 一旦是最深的發覺自己失敗的話 那當然都會有少少的激動 那正因為這樣 那些同學是經歷過這些這樣的場面呢 就對於日後處理他們自己的所謂成本失敗呢 就有很多這些方面的經驗 不過剛才那場真的鬥得很燦爛 那原因呢就是 四棒裡面呢 大家都有一棒是領先過的 那跑完三棒之後 其實是得望領先的 但是一到第四棒呢 就你八歲呢 就後追得很好 我剛才呢聽到呢 就是現場的觀眾喊破後龍 就是幫你們打氣 剛才第四棒呢 其實你都還欠十米的同骨頭 那是否最後 你是否拼著最後一口氣 然後呢就是追過他呢 是啊 那是否聽到那些師姐啊 師妹在跟你打氣 你真的特別醒神 聽到他們很大的打氣聲 充滿力量 那這次呢 那這次呢 拿到冠軍了 是否預期之中呢 還是意料之外呢 其實是意料之外的 因為本來 因為本來初頭第一二三棒 都還未追到 跟前面相差很遠 最後第四棒就追回 都是意料之外 好了 在這裏呢 我們看回呢 他講到意料之外呢 那原因是 其實呢 在前三棒裡面 都是呢 比起德望呢 一直是零先 除了第二棒呢 曾經過度呢 就是超前一段時間 不過 那拉隊的打氣呢 真的很重要啊 落後十公尺 那竟然在最後那些棒裡面呢 就被他慢慢慢慢的追回來 到現在看到看台上面呢 那些拉隊仍然都是處於